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今天的大新闻 那么我们今天的大新闻呢 聊到了数度与中美关系香港问题 包括王岐山在巴黎的这场和平论坛当中的一些讲话 都围绕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美国 美国的川普呢 在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 增加着他对选民对他的支持 我们看到贸易战的农业合约 也数次提出要在美国的农业州进行签署 那么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呢 依旧很坚定的支持着他 但是民主党不断的弹劾呢 成为了川普总统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呢 我们很多人都在想 中美贸易战的发生呢 恐怕中国最讨厌的总统应该是美国的川普总统 然而这一点呢 却最近被龙永图爆出 中国最希望川普能够连任 因为川普总统只是一个追求经济利益 而对政治方面并没有过多诉求的人 在中国来讲最头疼的莫过于人权民主自由等等这些话题 而在川普总统的那里 这些被排放在了第二位 而贸易以现实的经济利益 以及解决美国的就业和推高美国的股市 并且使美国再次伟大 是他唯一需要去争取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位总统 世界日报这两天也是发表了一篇TV 川普北京最好的候选人的专栏文章 作者描述了一幅前景 透过表面的美中贸易大战 中方实质事实上 暗暗的支持和期待着川普总统的再次当选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邀请纪说明先生 您怎样观 您的观点是如何的呢 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命题呢 我不认为这个命题是我可以赞同他的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北京期待这个特朗普继续当选 就是他的这个这样一个论点 是寄予就是特朗普的论内 一个是把世界搞乱了 他树立了很多敌人 第二个就是他特朗普只讲经济 不讲这个就是这个人权 或者说这个民主自由 都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压力 那第三个或许他是很看清 这个特朗普觉得他跟其他的美国总统比起来 是比较蠢的 那大概是这么三点 但是我不认为这几个方面可以站住脚 第一就是即使特朗普只讲经济 但是你看到他讲经济 他也非常也是有原则 并不是你买他的货物 你解决了这个中美贸易的这个涅差平衡 他就算数 他是追着你结构性的这个改革 这个结构性的改革 比追着你人权 追着你这个给国民自由 还更这个会指导你的核心 因为这个会影响中国现在强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立体制和自立模式的这么一种思考 他要按照美国的这么一个模式 和体制去发展你的这个经济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他的这个施压 在经济上的施压 对中国本身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是雪上加上 那个如果说他在结构上 这个结构上的这个改革改变上 再给你施压 那可能是对中国的这个打击会是致命的 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做好 已经强大的这么一个准备 也可以抵御美国这种压力的这么一个这样种准备 那么第二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 他也不愚蠢 他在跟你进行贸易摩擦的过程当中 他不断的在打这个科技牌 金融牌 然后这个台湾香港 他都在使用这些牌 所以他不会完全忽利 那个所说的关于人权 关于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这种价值 来跟你谈这个生意 那么其实可以看得出 他这个要价不仅仅是在经济 或者等他完成了他的经济的诉求以后 他还会要其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想要的 那么实际上在对特朗普的这个人物 中国已经是一再的错判 最初就认为美国不会选这么一个总统 第二个这个中国期待特朗普上台以后 这个觉得特朗普上台要比这个原来的希拉里上台 对中国的压力会减轻 结果这个又是一个错判 他的这个用经济手段对中国的这种压迫 那个几乎让中国的经济喘不过气来 那么再加上那个当初这个中期选举的时候 也是不看好那个特朗普 所以这个北京可能如果说真的是向外界评论 那个特朗普是北京最好的候选人 北京是在支持特朗普联论的话 那我我想这会不会是又一次的错判 那等他真联论的时候 会不会向北京这个判断的 对中国有这么大的好处 压处 那句 好的谢谢您的观点 我们看到呢这个法国日报 世界法国的世界报呢 也是刊登出来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川普是北京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王牌 只要让他能够让美国继续的削弱 奥巴马先前达成了旨在钳制中国的泛亚太自由贸易协议 川普上台之日就急于废除 目前从库尔德地区到菲律宾 没有人再会信任美国或者华盛顿 而此刻华盛顿几乎陷入了一场自己所制造的内战 这一点让北京非常高兴 因为他满足了北京走向世界 并且在世界发挥更大影响力 那么这一点呢 我们想请吴强博士 您怎样观 您的观点是如何的呢 这篇评论就是我基本观点 我蛮同意的川普上任以来 他在国际外交方面的退缩 这种新的门罗主义 就新的孤立主义 所带来的一个外交的全面的退缩 其实正好为中国重新改造全球化 重新渗透全球 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机会 某种意义上讲 相当于一次绝地反击的一个机会 这是中国方面很欣赏的 或者说认为它确实是个王牌 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这种中国 或者说其实是习近平对川普的支持 以及他们个人之间纽带 某种意义上讲 现在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纽带 这种纽带的价值在过去三年以来 其实在不断地经受考验 也不断地在证明其价值 具体的来讲 首先我们要看川普和中国的最高领袖 习近平其实基本上是同一类人 都是一种民粹主义的一个元首 这种民粹主义政治 当然也是过去几年 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最新的 民粹主义政治的一个潮流 无论是印度的莫尔迪 还是一些小国的一些 新上的与首 声音好像不是太清晰 我们在今天谈到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虽然王岐山能听到吗 能听到现在很清晰您说 虽然王岐山刚才我们在评论说 他在巴黎在讲不要让情绪所左右 那实际上从最高领袖这些方面 他们是同一类型 他们的这种同一类型 这种同一潮流本身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纽带 他们有一种相似性 他们的互相理解可能要比 他们的幕僚的互相的理解 可能程度更深 这才是我们来理解说 中国的这些外交 智囊和幕僚 其实对川普有很多误判 但实际上 习和川之间的个人的纽带 其实目前来说 基本上中美关系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最重要的一个纽带 他们这种政治上的相似性 会在他们看起来 如何能够继续跟中美关系的 这种维持 在中国看来是 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重要的 甚至能够挽救中美贸易战 能够挽救中美关系 其他方面的挑战和不确定 在我相信在这意义上讲 这种习和川的这种相似性 这种某种意义上讲 甚至是悉心相惜的这种情节 会支持中国 在各个方面来支持川普 当然这不意味着 中国在贸易战谈判方面 会为了川普想要一个协议 就给他一个协议 中国当然也会最大化中方的利益 好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精彩点评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谢谢二位 谢谢导播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再见 今天的信号真是 打开明镜面是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